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能登上霸主的宝座,离不开他背后的男人管仲 一个失去管仲的齐国,那可就热闹了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1年2月7日 看大西洋日落,聊我们的故事 没有点赞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分享给大家 非常感谢 齐桓公这个人啊,本事不大,脾气不小,毛病还挺多 又喜欢飞鹰走犬,喝酒泡妞 碰到管仲这样既勤奋又正直的超级能手 他索性拍拍屁股,全扔给了管仲去辛苦了 所以在管仲执政的30多年里,齐桓公的日常 基本就是135逛青楼,246出门打猎 周日去朝堂上转一圈露个脸 管仲呢,那可不是996工作制 人家呀是全年无休 吃在工作岗位,住也在工作岗位 是眉毛胡子一把装 这样的一种君臣关系和工作分配 渐渐就延伸出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危机 那就是齐桓公整日里什么事也不管 也不学也不做 这要是万一哪天管仲死在前面 没人约束他了 这齐桓公可就会变成一颗不定时炸弹 管仲弥留之际,齐桓公亲自来到病床前 一边是哭哭啼啼,一边是丑业着问管仲 说他死后谁能接他的吧 管仲心里一咯噔,心想坏了 这辈子什么都算到了 就忘了培养一个接班人 那齐桓公索性就直接问了 你看习鹏怎么样啊 管仲提着一口气,答道 习鹏不耻下问,过家门不忘国事 是很好的人选,只可惜他与我形同喉舌 我一死啊,他恐怕也活不了多久 齐桓公很丧气 接着又问了一句 那您的老朋友豹书牙呢 管仲又提了一口气说 豹书牙是个正人君子 但他善恶过于分明 容忍不了坏人,也不行 齐桓公还想再问,那话音未落 再一看,管仲已经断气了 这管仲去世一千多年后 北宋著名政论家苏哲 也就是苏东坡的弟弟 代表作是六国论 在他写的管仲论中很不客气的批评管仲 说,应作为而不作为 意思是管仲既没有培养好齐桓公 也没给自己选好接班人 结果就酿成了一场足以毁灭齐国的闹剧 什么闹剧,得从三个人说起 历史上他们被记载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称呼叫三树子 也就是齐桓公的三位宠臣 第一位叫开芳,是魏国的公子,还有继承权 开芳对治国理政毫无兴趣 对逛窑子那是十分的有兴趣的 听说齐国红灯区产业搞得那叫国际一流啊 便跑到齐国来体验人生 话说,某年某月某日 一个灯火阑珊的夜晚 一场波澜不惊的红灯区田野调查 他与魏夫斯坊的齐桓公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两位红灯区爱好者一见如故 随便一拍即合 很快,不爱江山的开芳先生 就找到了自己人生最理想的事业 那就是给齐桓公拉皮条 为了这儿,开芳先生放弃了魏国的继承权 就连自己父母去世都不回家受孝 这么敬业,这么拼搏 深得齐桓公之心 这第二位树子呢,叫易牙 是一位厨师 有一天,齐桓公闲来无事 晃着晃着,就晃到了后厨 随口感叹了一句 唉,这成天吃来吃去就这些 也没啥新鲜 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 什么山沾海味,都吃腻了 除了不知道人肉,啥滋味 齐桓公就是这么随口一说 谁曾想啊,说者无信,听者有意啊 一旁的大厨易牙听进去了 回到家,他就把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给杀了 第二天,做成一道菜给齐桓公吃 这齐桓公一听,大喜过望 他觉得易牙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亲人 二话不说,便将他从后厨提拔到了自己身边 当了贴身亲戚 第三位叫树雕 此人是个太监 这位树雕为了接近齐桓公 毅然决然地给自己下面来了一刀 靠这个优势谋得了一个太监编制 顺利进攻 齐桓公听说他的大无畏勇气和中军爱国精神 深受感动,对他另眼相看 格外宠信 说完这三个小人的履历 我们会发现这个仨都有一个超强能耐 就是为了讨好齐桓公 无所不用其极 刚开始 三叔子并没有怎么兴奉作浪 只是安分守己的溜须拍马红主子开心 特别是管仲当政的时候 基本没敢踩红线 报书牙呢 饥饿如仇 十分厌恶他们 索性就把他们撵到了外地 但报书牙一挂 三人就放开手脚信奉作浪 这时候的齐桓公已垂垂老矣 三人知道老仇子活不了多久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 当务之急不是继续哄着他 而是赶紧在下一代身上下功夫 于是本着干坏事要一往无前 干个彻底的精神 哥三在齐桓公助公子中上演了 一台又一台功斗大戏 一场无可避免的大动乱 随即席卷整个齐国 齐桓公后宫家里三千 生了很多儿子 他呢喜欢其中的六个 这六个里啊 这老三是最喜欢的那个 齐桓公就继承问题请教过管仲 管仲建议说老三实力不够 可以找个外援 于是立老三为世子 找了宋香公做靠山 这个想法很美好 可现实情况却没那么乐观 三数子复出之后 便同几位公子勾结在一起 拉帮结派 又过了两年 齐桓公也病倒了 老头子年纪大了 三天两头身体抱恙 朝政都荒废了 此时的齐国朝廷 已经被三数子掌控 这个仨 看着老头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便开始策划篡权夺位 太监树雕第一个动手 他一面秘密联络自己支持的公子吴克 一面假传齐桓公的指令 寡人身染重疾 须静养 任何人不准入宫打扰 朝中大小事物 待寡人病愈后再处理 接下来树雕便派兵封锁了整个宫殿 另外两个树子 易牙和开放做得更绝 他们派人在齐桓公的寝宫外 修了一个三丈高的围墙 还拿石头堵死了寝宫的窗户 彻底切断了齐桓公与外界的联系 三丈的墙有多高 差不多是七米高了 两层楼还要多 这本来三树子 他们准备等齐桓公一死 就发动政变 拥立自己中意的公子 结果谋骗布局到最后一刻 他们发现各自拥立的不是同一位公子 树雕和易牙支持的是公子无愧 开放拥立的是公子潘 这下就麻烦了 从之前的一支队外 三人调转枪头 摆开阵势 三方就开打了 厨师和太监为一方 拉皮条的为另一方 两边各自带领一支人马 拉着两位公子 在首都林兹 展开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武装对峙 看到这局面 齐国世子也就是老三 哪里还敢待在林兹啊 便跑去找宋国的宋湘公去了 当外面弄得乌烟瘴气时 齐桓公被孤零零的丢在围墙里面 既没有吃的是也没有喝的 更别说有人来伺候了 一人静静的躺在那 最后就死了 齐桓公的死讯很快就传开 可两位公子铁了心要耗下去 继续对峙 任凭他老爹的尸体在寝宫里变辣变臭 直到七十多天后 大家都受不了寝宫里的恶臭 都长去了 终于有大臣忍不住骂两位公子 直到这时 两位公子才暂时停止了对峙 把围墙拆开 众人忍着剧烈的恶臭味进入寝宫 看到齐桓公仰面朝天的倒在地上 头上还带着象征霸主的礼罐 身体已经开始腐烂 身体上满是蠕动的蛆虫 黄绿色的水躺了一地 那画面太陷至极了 众人看了这一幕 也是恶心的不行 一个个是呕的呕 吐的吐乱作一团 等到大家都吐干净了 便又纷纷唏嘘说 一代霸主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就这样 齐桓公的尸体 这才被抬进了棺材 又大张旗鼓地办了丧礼 总算是入土为安 丧礼结束后 齐桓公惨死之事就传开了 许多人怒骂几位公子 不是个玩意儿 公子潘还算要点脸 拉着开放跑路了 剩下公子无亏 没了竞争对手 在树雕一牙的扶持下 为登大宝 可是没等他物热座椅 世子老三拉上宋相公 便率领大军杀入了齐国 按理说 宋国是打不过齐国的 可齐国人都痛恨公子无亏 士兵们不仅不抵抗 还全部倒戈 领着宋军往前推进 于是 宋相公不费吹灰之力 便攻入了林子 混乱中 公子无愧被大臣们抓住 活活吊死 树雕也被人杀了头 只有一牙还算精明 趁乱逃到了国外 重操旧业 开了天下第一家 私人营业的小餐馆 在宋相公的支持下 之前的孝子老三登记 这就是齐孝公 可齐孝公的命不好 当了十年国君之后 一不留神又被卷土冲来的 开方和公子潘给杀了 而公子潘则登记成了齐昭公 事情并没结束 齐昭公死后 齐国又爆发了一波接一波的政变 就这样 你杀我 我杀你 杀到最后 直到齐惠公上台 这场经历了几十年的闹剧 才终于宣告结束 再强的国家 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更何况是几十年的内乱 齐国的霸业 不用说 在内乱中自然是毁于一旦 而管仲改革带来的繁荣景象 也彻底消失不见了 曾经国父民强的齐国便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弱 以后的几百年里 齐国也再没有天下霸主这样的地位了 以上呢是本节目的内容 感谢您耐心的收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和订阅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非常感谢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会